我們是長的 有長的長的發電 就是長的長的 就是長的長的 長的長的長的 這樣也長的發電 就因為它轉 就是它轉的話 就只要轉的話就可以帶發電子 只是如果方向不一樣的話 就是 它是可以發電子就是定量會變正 另外就在你們在剛剛設置 上面應該是用電筒 放在排裡面 另外就是流場所引起的 這個機器的震動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效應 來說基本上它是蠻剛性的 會蠻穩的 因為之前我們是用一個 蠻重的 然後水車 是木板 車有 不會容易受到影響 經驗 沒有 蠻結實的 蠻結實的 就是 它 它 它 那個 荷蘭特的垂直從 剛好 那前處的垂直從剛好就是 其實都是垂直的模樣 所以剛才那個是這樣子 那目前郭文治是在這樣子 對於郭文治是這樣子 郭文都喜歡吃到一下 人的花電機的整齣是多少錢 那採用的能量200萬、900萬 我類型是機械 所以我實際上對花電機實際上是不熟的 那在這麼低的轉速的花電機之下 它的花電效率的問題是 會不會在很低的轉速之下 花電效率非常低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在說 有些組他選擇說 在夜間直接裝設磁體 那這種也是牽涉到花電效率的問題 那有些組他裝設了變速箱 那這種變速箱一定是有考慮到 傳統設這一些的問題存在 那就是說當我們在創新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傳統上面技術受限是在哪裡 那這個技術受限是在哪裡 你如果沒有辦法突破 那你的這一部份的創新 可能因為另外一部份 還是在傳統上面受限制 所以你這一部的創新就變成沒有加持 所以我們在創新的時候要考慮到各個層面 那就是這個是我們的意見 你說你這個有一個創新的設計 就是懸吊是他會浮力 會浮起來 就是我們大概就是掛著 沒有掛著 像普通就是比較常見 它是有些就是有一個 對 那你現在 比如說你那個水車 它是空氣會不會移動的 不是 沒有就是我就是給它 中心的水 水片 那就是葉片碰到水這樣 我既然就說水位比較高的時候 那個可以用指甲的調整 就是可以墊到指甲這樣 不是不是自動會有 還沒做 還沒 那你們現在只是說你們是可以調整 調整 因為調整的話到時候你的中心會移動 那你的鏈條也要調 就是整體架高這樣 整體架高 你只是那個那是 OK OK 所以它說 會有浮力 會有浮力 就是因為它 有三分之一是接觸在水 所以說它那個 就 材質是木頭 所以 會浮在水面上 然後會減少 重生的 重生的負擔 然後說可以當中有可少警訓 是因為 因為如果長期間就是 固定的樹的話 然後就會有一定的發電量 那如果說 耳熟不然暴產 它會影響它 它會影響它 它的發電效應 然後就可以幹出不太多 就會有益 就會有益 轉 OK 那我們參賽的六組的同學 都已經報告完畢了 那時間都完全按到 我們的Schedule這樣來進行 所以 所以 實際上也是提早 我們本來表定剛剛到12點 現在11點15分 我們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 所以 當時 我們 現在怎樣 我們需要 我們 我們可以讓 先要提早 然後用11點 11點半 才有最大 我們要不要 留下時間 讓你們可以怎麼看 我們等一下 對 像我用的照 Schedule 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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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旁邊然後開門 我們吃飯的時候 一天吃飯用法 對對對 好 那我們還是約12點半 12點半 對 這樣就大概知道了 約7點半變在一位來 好 還是麻煩同學現在先 先離開考吧 好 參賽的老師跟同學 先同學一下